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早上的新闻宿地,我是小兰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早上有哪些要闻 沙特阿拉伯三座城市,麦迪拉,东部的塞提夫以及吉达港 分别是发生了自杀式的袭击 除了凶徒上升之外,并未造成重大的伤亡 暂时未有组织承认责任 伊斯兰的灾界月差不多结束时 三宗袭击分别针对保安部队,什叶派信众和美国外交人员 麦迪拉的袭击发生在先知市的保安总部的附近 三名凶徒和两名保安人员上升 现场拍摄的画面可以见到停车场的汽车灼火焚烧,升起黑烟 麦迪拉是继麦迦后伊斯兰教第二大的圣城 穆罕默德市的陵墓是位于市内 另外还有塞提夫一间的清真市附近也发生了一到两次的爆炸 目击者就称了,爆炸现场见到相信是失袭者的人体残肢 至于在吉达港,凶徒是把汽车停在了美国总领事馆的一个附近 然后引爆炸弹,失袭者死亡,两名保安人员受到轻伤 法国总统阿朗德与德国总理默克在巴黎主持峰会 是以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等多个申请加入欧盟的巴尔干半岛国家领袖会面 这些国家是担心英国公投离开欧盟会增加他们加入欧盟的难度 阿朗德就表明了,欧盟有责任是继续的维护巴尔干半岛国家的安全以及稳定 他保证巴尔干半岛国家申请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将会继续 默克同时就保证了,有关的程序不会改变 塞尔维亚总理伍切奇就相信陆欧的前景明确清晰 全国政协前副主席前中央统战部的部长令计划涉嫌是受贿 非法是获得了国家机密,滥用职权的案件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 认定令计划触犯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生 并且没收个人全部的财产 令计划当庭就表示服从判决不上述 法院经审理就认为了令计划受贿数额特别巨大 受贿的财务折合超过了7708万元人民币 另外非法是获取了大量国家的秘密 犯罪情节严重,滥用职钱造成了特别恶劣的社会影响 但是鉴于他在案发之后能够如实地公诉自己的罪行 有认罪悔罪的表现,依法可以重庆处罚 上水的天平村天鹤楼凌晨发生了火警 一名男子死亡 消防处新界北的消防区城市陈汉杰就表示了 消防员进入单位之后 发现死者在厨房以及厕所直接昏迷 救出时没有表面的烧伤痕迹 屋内未有发现其他人 陈汉杰就说了,起火地点为单位大门进入客厅的位置 面积约为4米乘4米 他指出现场没有发现不寻常的物品 起火原因有待调查 消防共出动了40名的消防员 一条猴以及一队的烟帽队灌酒 共疏散了6人 另外还有20人是自行的疏散 升中派位结果今日公布 以自行分配学位 以及在统一派位或派首三志愿的学校的学生 整体的满意率为92% 或派首志愿的学校的学生 满意率就有8成 较去年均有上涨 油麻地天主教小学有8成半的学生 或派首三志愿 接近6成的学生或派英文中学 男生最多获派九龙的华人书院 女生则最多获派真光女书院 本年度共有45,544名的学生 参加了升中派位 教育局就表示 所有参加升中派位的学生 今天必须返回就读小学 是领取派位证 以及入学的注册证 本周四以及周五前往 前往是获派的中学注册 好了关注完说 要为我们来看一下香港故事的 今天的整体表现 昨天晚上港股 昨天港股连升了三个交易天 收复了英国的脱欧失地 但是美股昨天休市 欧股又有权限的一个回吐 横指今早就低开了139点 爆炸了20919点 失守了21000点 开始之后跌幅随即扩大 暂时是最多下跌了238点 低见过了20820点 目前跌幅是有所缩载 爆炸了20918点 下跌140点 跌幅为0.7% 国期指数低开了73点 爆炸了8728点 其后的走势震荡 最新就爆炸了8727点 下跌74点 跌幅为0.8% 欧洲银行股向下 汇控今早就低开了0.8% 友邦就低开了1.4% 事前成交比较活跃 腾讯靠稳 轻微高开0.1元 爆炸了179块 中移动低开1% 爆炸了89.05分 平保今日会除息 股价开市靠稳 爆炸了34.35块 希腊落实将最大的港口 比雷埃夫斯的港口管理局的 6成7的股权 授予中国中原集团 正在北京访问的 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就说 这一宗的交易 有助于更多的中国企业到希腊 带动希腊的经济 他又说 希腊欢迎中国的投资 愿意与中国深化 以比雷埃斯夫斯港 为代表的各领域互利合作 推动两国关系全面的发展 中国总理李克强就说 比雷埃夫斯港合作的项目 是中西两国平等合作 互利共赢的典范 是中国企业对希腊投下的赞成票 中方是乐于看见希腊经济 走出最困难的时期 也是希望看到一个 稳定繁荣的欧盟 人民银行就公布了 货币政策委员会 奥季度的例会情况 指出内地经济金融总体平稳 但是国际金融的市场风险隐患增多 会议就指出了 当前内地的经济金融运行总体平稳 但是形势错综复杂不可低估 世界经济仍然处于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深度调整期 主要的经济体经济走势进一步的分化 美国经济温和的复苏 欧元区的复苏基础上代巩固 英国公投决定退欧引发了市场的波动 日本经济低迷部分的新兴经济体 实体的经济面临较多的一个困难 会议又提出了 继续是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 更加注重是松紧适度 灵活运用多种货币的政策工具 保持适度的流动性 改善以及优化融资结构和信贷结构 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 降低社会融资成本 按照加强供给测改革的要求 是继续深化金融体制的改革 进一步是推进利率市场化 和人民币的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 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和股东市投票 通过了与德意志交易所的合并 涉及金额就达到了300亿美元 交易仍然是有待德意志的交易所股东的批准 在伦敦交易所的股东大会之上 有99.89%的股东市同意交易 合并计划是在伦敦设立新的控股公司 持有伦敦证交所集团与德意志交易所 要成功完成合并 最少要有75%的德交所股东的同意 德交所主席费博就说了 建议德交所的股东支持交易 不过英国公投脱欧 为交易增加了不确定性的一个因素 利福国际发出了公告表示 管理层的估计截至上个月底指6个月来的金融资产 以及银行存款的投资收入将会录得负数超过2亿元 当中的公平值变动的未变现的亏损将近有2.9亿元 将对公司截至6月底指6个月的业绩造成不利的影响 利福又解释上述的金融资产公平值变动的估计未变现的亏损 并非是来自于利福中国的附属公司 假如分拆利福中国的建议落实进行 将不会对利福中国截至上个月底指期间的业绩 或者财务状况造成任何的影响 好了关注来说一下我们来看一次香港的天气预报 现时温度29度天气炎热 部分时间有阳光也有几阵的咒语 今天的新闻说题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